先為一開始先帶您來看到 台灣的飛鞍又出現了問題 華信航空今天表示 一架A1364馬公飛台北的班機 在今天中午12點11分起飛8分鐘後 部分旅客反應有聞到異味 疑似因為空調壓縮機出了問題 當時飛機上一共有104名乘客 基於飛航的安全考量 班機折返飛回馬公機場 目前仍然還在檢查中